各位,你们可能真的想不到一个人倒霉的时候能够有多倒霉 就是我是9月中旬就已经确诊了甲状腺肿物,需要手术切除 后来因为我是在上海工作,但是我的家是在武汉 当时的话联系上海的医院 上海是说那你做这个手术的话是不允许有陪护的 并且的话就是他当时是不能够指派医生的 他就直接跟我随机分配了一个医生 那我当时就想的是那如果我在上海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还不如去回武汉去找就是当地最好的医院 去请一位最好的医生帮我去做这个手术 而且我还有家里人陪 所以就怀着这样的心情我就回到了武汉 然后在10月8号本来是要安排这一天手术的时候 10月6号就通知我住院 然后在7号告诉我说8号做不了手术要到9号 那我就9号嘛,也就一天 结果到这个8号的时候又说9号做不了手术 因为我的主导医生他被封控在家了 那我想说那我回来就是为了等这位医生嘛 那我就继续等 结果就是过了好几天之后 还是没有这个主导医生可以解封的一个消息 那我就说那也等了太多天了我还有工作要做 所以说那我想那就换一位医生 结果刚好换这个医生的时候 第二天我的就是今期就来了 他来了之后的话因为手术可能会造成大出血 所以说医生是不建议手术的 然后在今期的第三天的样子 我的主导医生终于回来了 回来之后的话 就是说第二天他就说其实可以安排手术 他说这一个量的话还是可以控制到的 然后结果到第二天的时候就通知我说 整个医院里面因为有确诊 就导致手术是全部都封闭了 就这样又在医院里面关了几天 一直到17号的时候又通知我们说 因为现在医院有问题 需要全面的消杀 所以所有的病人要被转去 武汉黄皮区的方舱临时隔离点 要进行一个七天的集中隔离 所以后来我又在完全没有手术的情况下 18号从医院里办理了出院 然后被转到了方舱 现在我就是在方舱 之后可以给大家放一下方舱的这一个住宿条件吧 但是就是在这样隔离七天之后的话 现在我在去联系医院的时候 那边说他现在风控还没有解除 现在的话是因为那个医院是位于桥口区 然后我家也是桥口区的 就是因为现在疫情比较严重 然后所以现在是不允许 医院就是正常营业 然后我们家现在也是风控的状态 是只进不出 那现在我到了第七天 已经隔离可以解除了 但是我现在是没有办法回医院 没有办法回家 也没有办法回上海的一个状态 并且从10月6号到现在 我都都没有做这个手术 但是我这个地方还是生病的一个状态 还有海长的一个种物呢 好 bon